两个鼻孔出气的比例如何划分 A 一边百分之八 一边是零 二是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是C 是75 25 谁要选了A 我就给他跪下 除非你那个鼻孔是个假的 常年里面C的东西 这个肯定指的是健康人 鼻子有毛病呢 可能不行 不对 正常状态 对 A太可爱了 百分之百跟零 就有一 就整个一天有一个鼻孔啥事不干 问一下来 我选了C 那你是知己自己懂呢 还是用了排除法 就是懵 啊懵 你选的哪个 我选的B 会这么均衡 我觉得要公平一点 我选的B 我在真正选择的时候 我自己呼吸了两口 我觉得75 25和25 我做不到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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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就选C 我一开始选的就是C 现在他选了C 我就我就更有理由选C了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选的这个比例吧 选C的占了60% 还是大多数 选B的只有35% 还有选A的呢 真有人选了A 有两个人选了A 一个鼻孔出气 哈哈 他两个人比一个鼻孔出气 他两个人是一个鼻孔出气 一个鼻孔出气的好朋友 正确的他们不会是对吧 C更合理一点 但是呢你要说75 25这么划分也未必 一般正常的健康人 他双侧鼻孔呼吸的时候通缉量 不会是50 50 就是不是 一定会有先天的差别 一定是一边为主 一边为腹 但是呢 他有时候也可以换过来 这边为主 这边为腹 就是他 这个切换是自己自主的吗 对 自己神经调配的 但是自己是感觉不到的 因为呼吸的时候 一般一个鼻孔以呼吸为主 另外一个鼻孔要温化湿化 它有湿化功能 加湿气功能 它这个本身 鼻腔这个鼻毛 本身还有过滤功能 比方说空气不干净啊 一些微生物啊 都可以通过 它这些鼻毛的功能 也可以阻挡一部分 到了气管 还可以往外排一部分 相当于是个滤芯 对 鼻毛 初步的过滤 以后出去 你们可以拿这个题考别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